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人敢冒这个险啊 好 那幸好灾情的这个部分 这个希望台方都不要来 这个我很RQ的讲 我们来报告今天节目的内容 那狗飞舞车 我们看这个府委会的主委 那这个是 其实我后来去看了拍带 就郭台铭的秘书啊 郭台铭这个幕僚 他是 其实他已经讲完了 他那一趴的防御在19分钟 你去看那网络的拍带就知道 他讲到11分的话已经讲完了 讲完了呢 就有媒体记者 拿这个 别人的脸书给他看 给他看 那这个刘小姐 他当场看了脸书之后呢 就是某人写脸书 看完之后呢 他又接受访问了 他在第二次接受访问之后 他才把府委会这东西讲出来 所以我看了拍带之后 我的感想是 其实 其实不应该讲这一段的 他第一段讲是那个什么 什么什么金石 金石为开啦 金石未开啦 什么的 他还自己Q记者 他Q记者说 王院长不是有讲什么吗 其实 金城所致金石为开 是王金平先讲的 他还Q记者 记者还跟他 他说前面的意思是什么 他自己爱讲嘛 你如果去看拍带 我会去这个犯人 郭台铭这个幕僚 不及格 但是我特别在脚本跟大家讲说 不要去理会他的五四三 我们的大纲 run down 不要去理会他 不要去骂他 去洗版 去骂郭台铭 你都不要 真的不要 这也没有帮忙 好第三趟我们看这个 每日一句的部分看这个 祝祝节 他说台南的鱼都是绿的 当时开玩笑 大家千万不要 那第二段我们要看这个 祝祝节的这个 空降台南去选区略 不基本上我是反对 我是反对 我昨天 我们今天用这一张 我昨天晚上在 在这个 现场直播节目 我们谈到这个 换鱼跟换柱 就2016换鱼换柱的 那个当年的风波 那当时啊 当时我还不晓得 朱鱼换柱要去台南 我真的不知道 我想说 怎么晚上回家之后 我要开直播 怎么突然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最新的消息 才吓一跳 那我在不知道去 他要去台南选区立委之前 我就在这个电视的直播节目讲 我认为 他应该列不分区立委的第一名 那这个是我在知道 他要去台南之前吗 对不对 知道他在台南之前 我当时在电视 因为我们昨天是现场直播 我就讲说 他应该列不分区第一名 还他2016一个公道 那祝祝节呢 他当过立法院的副院长 如果他来当立法院长呢 也是游刃有余啦 好 那这个是在他 我知道他要去台南选立委 区立委之前 好 那现在呢 已经知道他要选 台南区立委之后呢 我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报告 我的看法没有改变了 我还是认为 他应该列不分区的第一名 就这样 他去台南选是一个象征意义 象征意义 那不要他让他这么操劳 他这个身体不是状况不是很好 太累了 太辛苦了 而且我坦白讲到台南去的胜算不大 胜算不大 太难选了 应该让祝祝姐留在国会 让他留在立法院 他当不分区第一名 总比王金平好吧 这还要讨论吗 现在国民党不分区第一名是王金平 莫名其妙 不分区立委当然是红袖柱 第一名当然红袖柱 你排王金平干嘛 王金平要选总统 还不想带立法院就不要理他了 第一名就换红袖柱 就这么简单 应该这样做 好 我们第一段从韩国瑜的竞选团队开始 今天终于看到他的发言人 何庭欢 开始接受媒体的赌麦 当然这是一个 本来就应该这样做 他太累太忙了 他没有办法去应付五花八门的问题 我们台湾的媒体会这么断 台湾的政策会这么断 跟这个媒体的联方赌麦是有连带关系的 你根本就不知道 其实今年的一开始 韩国瑜的处理非常的好 后来他就没有办法再坚持下去了 因为记者一直掳他 譬如说我是韩国瑜 柯文哲讲的我什么 苏贞昌又骂我什么 蔡总统又叮我们高雄什么 那我是韩国瑜 跑行程 很累啊 这个事情要处理 然后记者突然跑过来 市长 苏贞昌院长讲你怎么样 蔡总统讲你怎么样 柯P讲你怎么样 他回应了 那我要怎么回应 我在忙我的市政 我在跑我的行程 你拿苏贞昌 柯文哲 蔡英文讲的话来问我 那我要打什么 我不晓得这样的解释 可不可以让大家知道 因为这是错的 柯文哲 苏贞昌 蔡英文批评韩国瑜什么 韩国瑜要怎么回应 我当人家看了之后我才能回应 我只知道听了 那他讲我什么 而不是你记者赌卖来就要我回应 那我哪知道他讲什么 我转述给你听 你转述 嫁钱也就嫁给你嫁 你转述的很精准吗 譬如说 我讲个例子 我们待会最后讲那幅回应 有媒体写说 郭台铭的幕僚 就是刘又彤小姐 他说郭台铭曾经在台面上 劝韩国瑜不要去中联办 郭台铭什么时候在台面上 劝韩国瑜不要去中联办 我就跑去掉带子 在网络 YouTube都可以掉拍带 那个是我主要的source 因为你看SOT 你看剪接过带子一定不准 我就跑去看拍带 所以我刚讲拍带19分钟 因为我看 刘又彤有没有讲台面上 有吗 其实根本没讲 根本没讲 我反复根本没讲这三个字 那你那三个字哪里来的 所以我举这个例子 其实我看报纸也不见 我如果相信报纸 我可能今天晚上上电视 把他通骂一顿 可是不是 他根本没讲这三个字 郭台铭从来没有在台面上 劝韩国瑜不要去中联办 就算私底下 韩国瑜跟叶匡时也都否认了 进中联办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韩国瑜去中联办 你郭台铭进中南海 韩国瑜见的是中联办 跟国台办的头头 国台办主任 中联办主任 郭台铭你见的是习近平 到底哪个比较严重 哪一个比较大 我才觉得很奇怪 到底 刘又彤 拿那个事情来讲 其实基本上这个250 那个事情其实不重要 进中联办 柯P前阵子不是去上海吗 他也见了国台办 那个刘洁一也跟他见面 他们不是在开直播就被骂吗 那个不是国台办主任 不管他是谁 陈菊当年去 那个 那时候是张志军 那时候的国台办主任张军 现在的海协会的会长 陈菊也跟他见面了 有怎样吗 这不懂两岸情势的人 这边鬼扯鬼叫 实在很好笑 见个国台办主任 见个中联办主任 是怎样吗 那是黎智英的中高 黎智英是反对香港 北京的那些建制派 所以他一看到韩国瑜去中联办 他就 苹果日报就每天修理韩国瑜 就这样子 苹果日报长期来就是挺柯文哲 挺蔡英文 柯文哲做过太多的事情 苹果日报不写 但是苹果电子报有 我在节目讲恩赐 我就双重标准 你韩国瑜讲错一句话 你变到你死为止 柯文哲讲错我不要登 蔡英文讲错我也不要登 蔡英文搭总统专机 那时候以利益修劳基法 记者坐后面 我们都坐记者专机 总统专机我们记者坐后排 蔡总统来 蔡总统其实他打预防针 你去看很好玩 蔡英文说大家聊天 因为很多我们摄影的习惯是怎样 你知道吗 因为我没当过摄影 我是文字 摄影的习惯是只要总统来 我立刻上间 把摄影机抬起来 我们叫做上间 以前都大机器 你那小机器可以一只手拿 以前大机器一只手谁拿得动 没有拿得动 上间要拍 蔡总统一开始讲 大家聊聊天什么的 可是这一段还是被录下来了 你又没有叫我不要录 你又没有叫国安水火台 我照录不误 蔡总统讲什么 蔡总统说 我们跟你厨房好累 他说你要自立自强 蔡英文叫我们媒体记者 要自立自强 这段话苹果电子报有 苹果日报有吗 没有 我就不登 你怎样 不登就算了 我说这个没提 这个点点点 所以赌卖是错的 大家要特别注意 那身兼市政跟国政 韩国瑜本来就不应该站第一线被赌卖 那我讲很多次了 我在我们的飞地晚餐 在我们的狗飞火车 在后面看中讲很多次 我不想再重复了 你本来就不应该被赌卖 好 柯文哲是错的 柯文哲昨天没行程 昨天不是那个 那个八月八号不是台风快来吗 他没行程记者通通赌去市长室啊 现在柯文哲的SOP是 我有行程你们就到我的行程去赌我 我没行程你们就到市长室来找我 他每天都要有新闻啊 我跟各位解释过 是因为我们新闻台太烂 人太多不知道干嘛 中午要有新的新闻 中午不能一直播昨天的啊 那怎么办呢 那所以同业之好 以前我们这个圈子的领头养是T台 TPBS啊 我们中午怎么开会你知道吗 来 因为都有小编在统计嘛 来 TPBS1200第一条播什么 1200他第一条播什么 他1200播的第一条我们有没有 好我们有 好我们我们放第几条 我们开会是这样开的 我们放第几条 好 1200的第二条T台的 1200的第二条我们有没有 没有 啊你死啊你 哪一组的 社会组的啊 陈辉文你来 我就死了 我当场就趴在地上了 你人家第二条的你怎么没有啊 死啊 怎么办去补啊 下午赶快派记者去补 把TVBS1200的第二条补回来 我们刚才看这种事情 那个那个改天我们有机会再讲了 好这个韩贵乐翻译人是主播转翻译人啊 这个新手上路需要相当的时间历练 我看他今天 我从评论员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他表现不好 好但是从同业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因为第一次嘛 第一次当时 陈辉文你这么厉害的去做发言人 你看我这个样子能做发言人吗 国语不行 然后英语也不行 长相也不行 口条也不行 通通不行了 好 说真话说 出一句是想要说 所以我跟你讲 名嘴多数是垃圾 你找名嘴去当官 当什么发言人什么的 你就惨了 我讲实在 我说多数哦 不是都是 这个不一样 那他也没当过发言人 他第一次当发言人 第一天上工 紧张是难免的 那表现上还有 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 我觉得啦 我讲实在 你叫我去称赞他 我讲不出来 你看就知道 会抖嘛 我第一天主持非得晚餐 主持完全身大汗 其实我是代班的 那时候陈文倩出国代班 想说 代班一个礼拜 Live完 简直是 就差点 所以紧张是难免的 紧张是难免的 不太可能像 像我 今天八月了 我讲2006 那我现在已经是第 今天2019 我现在是第14年 我2006年7月来电台 现在是2019年的8月 所以WIN超 所以真的是需要时间 我当时也很好玩 当时郑小姐跟我讲说 因为我没有专访 也没有电话联系 也没有固定单元 郑小姐跟我说 可以播歌 大哥你可以播歌 看你想播什么歌 因为我们那时候 没有直播 想播歌 可以撑个三分钟五分钟 然后我回家去一直想 今天要播什么 后来我鼓起勇气 问郑小姐 我说 我每天的问题 不在于新闻 因为我那时候 都要跑电视通告 我下午一个带撞的 晚上一个带撞的 带撞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五 礼拜一到礼拜五 是在中天的 新台湾星光大道 那时候新台湾 很像是 它很像2007 比较后面 我忘了 反正我就是下午 都是满的 1月345 下午一个节目 然后晚上都是在 陶哥那里 或是在大华新闻 我那个带撞节目 然后我说 因为那时候都在谈 那时候是台开案 还是什么 反正那时候新闻都讲不完 我就跟郑小姐讲说 我准备 这个新闻内容 不是问题 可是我每天想要播什么歌 很困扰 到底要播江会的 还是播费玉清的 在那边想 然后这样就 大哥 你也可以不要播 你不早讲 我以为一定要播歌 你不早讲 我每天在想什么歌 烦得要死 可以不要播 我以前说的 就不要播 我那时候播歌 大概播了两个礼拜 原来可以不用播 你就知道菜鸟 很可怜 好 待会我们狗费舞会 在谈服务委会的风波 昨天韩国瑜的竞选方式 也发了第一篇的新闻稿 当然这个稿子 他的回应就很保守 谢谢郭台 但他一定要低调 以现在韩国瑜的 他现在是国民党的提名人 他一定要低调 一定要囤论 所以这个是必要的 不过整篇新闻稿 看起来就是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比较保守 比较没有feel 也没有梗 不过这边我特别在讲说 这个歌行如歌山 我们说文道有先后 书也有专攻的原因就在这里 因为毕竟譬如说你说这个发言人 你说像那个川普 川普的那个白宫发言人 不知道倒了几个 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我各种条件都不符合 但是我们看过这么多番人 我就讲连声闻的历史 连声闻选台北市场的时候 他找了一堆媒体人 大爆的记者 电视台的什么主播什么 找了一大堆 一天到晚 我那看新闻 找这么多媒体人 有用吗 有用吗 你看连声闻输多惨 输二十几万票 你说媒体人 每天 针匾实证 蛇颤莲花 说得很厉害 这出一支嘴而已 所以名嘴多数是垃圾 这个经得起检验 你跟我说 说得像你 这个也知道 那个也知道 人家烟走私一万条进来 你当天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你一定是共犯 不然你怎么知道 有时候名嘴的唬烂 你已经过头了 太over了 案子才刚移送 人都还没收押 你就知道 他是怎么走私的 你搞什么 有时候大家 也应该去检验名嘴 看你怎么会知道 郭台铭跟柯文哲 见面讲了什么 你怎么知道 你在现场吗 还是你有放窃听器 不然你怎么知道 他们讲什么 这有些节目 根本不是在讨论 在唬烂比赛 那个怎么样 柯文哲开什么条件 郭台铭怎样 郭台铭回那句 我很欣赏 郭台铭跟刘友同讲 部分的内容 根本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 怎么办 所以 当这个提名 副总统跟格魁 还有部分 这个副总统部分 我要讲一下 到底 这我一直不懂 到底 7月27号 连战跟韩国瑜 还有王金平见面 谁建议让王金平 当副总统的 如果照王金平出来 放话讲说 我已经挽拒 他讲拒绝了 我已经拒绝 韩国瑜邀请我 当副总统参选人 他自己讲的 王金平自己爆料的 然后我们继续 就去问韩国瑜说 你又找 韩国瑜说谢谢 有没有下一个问题 韩国瑜不回答 结果自由时报的下是 连战 韩国瑜跟王金平 见面的时候 是连战建议 连战建议韩国瑜说 你找王金平当副总统 是连战的建议 可是王金平讲的 不是那回事 王金平讲是 我已经拒绝 韩国瑜邀请我 那现在问题来了 如果自由时报 写的是对的 当连战建议的时候 韩国瑜有没有讲什么 就是连韩王 他们坐在一起 大家都老朋友好朋友 那你 邀请王院长 当你的副总统参选人 韩国瑜有没有答应 韩国瑜有没有接话 韩国瑜有没有说 好那谢谢连主席的建议 王院长可不可以来帮我 这样子 他有讲吗 有吗 如果到自由时报的版本 韩国瑜跟王金平 都没有接话 就连战就是当个和事老 大家都识彩这么多年 都甘等一等 如果到自由时报 韩跟王都没有讲什么 如果是这个版本的话 王金平可以出来讲 韩国瑜找我当副总统 我拒绝 你可以这样讲吗 还是真的有这回事 我不知道 搞不好韩国瑜真的邀请 王金平当副总统 这我不知道 可是为什么两个版本 所以跨这些 然后行政院长 我是比较在意 还有部分区的立委 待会我们第二段会谈 当然希望韩国瑜 关关难过 关关过 因为这些提名 这些任命都很重要 他要先解决的是 副总统跟部分区 部分区不能让吴敦义 他们去玩 你也知道吴敦义 他很多压力 党务 各种的什么 吴敦义的压力很大 部分区提满是34个 我现在拿一张白纸给你 拿一支笔给你 那你写34个 34个不是三个 我跟各位讲 我也不要开玩笑 不要讲34个 我叫你写三个好了 请你列出 三个部分区立委 女名单不会被骂的 你写 你写得出来吗 很难 待会我们call in 来问这个好了 推荐几个 三个 三个 一个或三个 一到三 不分区名单 你建议谁 然后2020你要投谁 然后第二题是 如果你是总统 你希望做什么 我们这样call in题目越来越多 一二三题 不分区立委 不能回答住宿节 因为住宿节是我推荐的 不能回答住宿节 好 那2020会不会这个韩总统 然后燃立法院 就看这个 大家的 因为我基本上是比较倾向 完全执政 完全负责 你看国外的 他们内阁制国家 组联合政府 通常最后都是不欢而散 解散国会 提前改选 乱七八糟 一个党 他同时长有行政权 跟立法权 当然也有坏处 就一党独大 独断独行 好处是什么 你不要砍脱了 你是要砍脱像 总统也是你 立法院也是你 行政院也是你要怪谁 当年的马英九 跟现在的蔡英文 其实状况是一样的 你要怪谁 你不要怪别人 你只能怪你自己 好那2020 也是国民党的最后机会 如果在搞砸 他就不要怪别人了 因为国民党的 丰功伟业 我刚才会问看 对 我跟大家 那个会问看社会 因为我待会的 录影的关系 我们今天晚上 今天礼拜五 我们的会问看社会 刚刚1700已经先播了 所以1900 待会不会有会问看社会 所以对听众们很抱歉 那个 苏智信有来吗 邱淑雅你推荐郑士伟 郑士伟比较 那个 知浅一点 他应该是去 三年报蹲电 你推荐主持人 吴宗献 不是走私那一个 苏智信有没有来 那个 我的板手怎么都不见了 有人推荐林嘉欣 我勒 大千在选区立委 不好意思 那个Alan98 我要拼经纪 没办法 不好意思 有和我的胃口 那个 奇怪 我的管理员都不见了 今天关系 黄美华 黄美华你如果看到那个 维晨 你如果看到那个 看到苏智信跟我讲 跟他讲一下 说我有看到他留言 但是我昨天没有办法开 没有办法开那个discord 因为太晚了 我live完十点 然后 我昨天跑去补货 跑去全联补货 补点泡面啊什么饼干什么的 结果开去 已经关门了 我看到大的招牌是亮的 想说赶快 随便车停一下 跑进去买一下 铁门是关起来的 所以没有补货 不好意思 因为今天比较赶 我跟各位讲实话 就是今天 下雨 中午的时候还下雨 因为很多店都没开 早上我去买报纸 就知道很多店都没开 这个到底要吃什么 想想不要吃 睡一下 因为好累 睡一下 就一睡就睡过头了 差点来不及赶来 我还跟阿智讲说 我会玩几分钟 我会兵荒马乱 但是中午小咪一下 感觉好好 因为平常中午下午 是要跑去录影 那是神经很紧绷 然后今天 五点回门看 社会六点 飞脸晚餐 八点 深喉咙录影 live 不是录影 深喉咙录影 那中午 就懒得出门 台湾的懒得出门 也不知道吃什么 那咪一下 睡一下 觉得心情好好 太累 太太太太太 想那些 好 那那个 刚刚讲到哪里 要增加扣音的部分 好 那我们来进广告 待会来 这个讲人 住住节 我们接口音 来 飞地晚餐 我是陈惠文 我们的听众朋友 陈天柱 惠文你这么会讲 建议一个发言人吧 你还是不会满意的 哈哈哈哈 陈天柱 你去看何庭欢 今天的那个 赌麦 你有看吗 你有看他赌麦 讲什么吗 好 你看了之后 再来 再来那个 你如果觉得他这样 OK 那我也 我也尊重你的看法 我觉得不OK 第一天 难免 第一天一定会 还有很多的 调整的 因为 不会这么好打 绿美 一定会准备陷阱给他跳 他今天的回答 讲那个 其实我不太想去戏 就是因为 我怕讲的太戏 变成很像我在叮他 可是他的表现是不行的 这个表现不行 那个回答说 如果有的话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这样 那个不行 就是你 你不知道到底有没有 昨天不是在 那个小林村有一个 什么晚会吗 那绿色媒体就问你 那个晚会 有人喊总统好 有人外面在卖 韩国瑜的东西 什么的 这样是不是市政 国政分布局 他说 这个状况 如果有的话 我们就下次会改进 那到底有没有 如果有下次改进 那到底有还是没有 你没讲清楚 所以你不知道 昨天的状况是什么 所以还是不行 这个还有一个 这个要加油 你要出来被赌卖之前 你要把所有的事情 都了解了 韩国瑜的立场是什么 竞选团队的立场是什么 昨天出现 那我 我会给他建议 这个市政的部分 请问王局长 我负责竞选的部分 昨天那个是市政的行程 好 是不是请大家去问 王浅秋 王局长 你市政跟国政要分开 竞选的部分 国民党的提名 服务委会 郭台铭的幕僚 柯批 讲这个 跟选举有关的问我 跟市政有关的 请问王局长 那跟市政国政 同时有关的 也问王局长 让王浅秋去回答 毕竟浅秋他的 这个新闻的资历 跟这个远远超过和庭欢 好 那昨天那个是市政的行程 那个小林村在 在那个 好 我们看昨天晚上 最震撼一下 是洪秀柱 马朱竹姐昨天决定 把户籍 他已经签到台南 要拼区域立委 这个非常难选 台南现在五席立委 明年变六席 台南现在五席立委 通通都是绿的 五比零 高雄现在九席立委 明年变八席 因为高雄的人变少 这个签出的很多 那本来高雄是我们的第二大城 第一大城是新北市 新北市现在人口四百万 高雄人口被台中超过去了 台中现在是第二大城 高雄是第三 好 那高雄的九席立委 目前是九比零 通通都是绿的 好 那这么绿呢 有多绿啊 上次的立委选举民进党的 王定宇委员啊 他拿了十五万多票 全国最高票 全国三大高票都是民进党的 都是绿的 而且都在台南 第一名是王定宇 第二名是陈廷飞 第三名是黄伟哲 王定宇拿了十五万多 是全国最高票 得票率最高是 这个黄伟哲 黄伟哲拿了七十六趴 王定宇是七十二趴 成局是六十八趴吧 我记得没错 六十八趴 我们待会讲到成局 好 那呃 民进党绿的十五万 蓝的五万 就是王定宇拿十五万的时候 国民党候选者拿五万 这怎么选 所以我 我之前跟他讲过 那个祝祝节的那个 就我跟祝祝节的故事 就我个人我是心疼的 在2015年在选前 我也认为应该换柱了 好 因为那时候的种种的两岸的论述 国民党立委的这个扯后腿 他们不愿意跟红秀柱同台 他们认为祝祝节来是扣分 所以国民党立委 对着塞人啊 朱立伦主席你要救我们啊 这样这样 我们要一个强大的母鸡什么的 他们就把红秀柱给换了 其实我 我现在回头来看 就是祝祝节他2016没有 没有选 也好 也好 让朱立伦去输啊 你不是跟他做不然你去输啊 所以马英九本来就是要朱立伦去选 马英九要的是朱立伦接他的帮 因为吴敦义不敢选 吴敦义连党主席都不敢接啊 惊得买啊 2014输那么惨啊 接党主席 吴敦义一推二五 他太会算计了 你太会算计反而误了亲亲性命 我讲政治跟人生都是这样的 结果吴敦义不敢选嘛 吴敦义 总统不敢选党主席不敢选 可是2017他挑战 有没有 2017啊 吴敦义砸了很多资源去拼党主席啊 什么郝龙斌 红秀柱韩国瑜 都不是他对手啊 通书 吴敦义就变党主席了 他是算拼有得过的 现在2017看蔡总统做得不好 我这个时候再来参党主席 吴敦义2017选党主席 他的目的是2020要选总统 因为国民党党主席一任是四年 民进党党主席一任是两年 不一样 每个党的状况不一样 国民党这四年 2017当党主席 这刚好当到2021 2017到2021 刚好跨2020的选举嘛 他的算是算了 我现在做党主席 2018 九合一算了 所以他当初就是 高雄没有人要选 他高雄一开始找那个谁 找杨秋新 杨秋新意见到陈局 秦统姐弟啊 陈局是这个民进党大姐大嘛 那杨秋新以前是新潮流的 新潮流就是段仪康他们啊 段仪康啊 郑文燦啊 吴思瑶啦 许志杰啦 这些都新潮流啦 赖清德啊 新潮流是很强大的啊 以前杨秋新是新潮流 还被剖为南台湾小巨人 2009年88峰在高雄现场是谁 不就是杨秋新吗 所以你要看 当初这个选举的这些恩恩怨怨啦 我说实话 我希望啦 我希望朱祖姐直接当 当部分去下去选 太辛苦了 太累了 来这个2014年 刚讲2014 高雄 这个当时成绩是99万 那蓝军的代表人就是杨秋新 他代表国民党选 45万 当成绩得99万 你得45万 45万乘以2还90万而已啊 那成绩还赢你9万啊 我让你乘以2你还输我耶 可是2018的寒流就 就这个逆转 所以还是可以那个 还是可以一搏 但是我不建议 但主要原因 这个朱祖姐的身体欠安 那大家网路搜寻都知道 他的身体状况我就不讲 因为我觉得这样 蒋家的长短不好 虽然他当时也出来承认 他的这个状况 但是不要 好不要 这个 居立委员 因为很难选 你看他谢龙介啊 灰灰手感动在心头 这样扫鸡 韩国人去骑台 斩到这样 结果输三千票 如果说谢龙介拼成这样子 整个大环境 对民党这么的不利 谢龙介都赢不了 我觉得朱祖姐要去打王定宇这场 不好打 不好打 那我为什么叫他列部分去说 因为 譬如说我去选区立委 譬如说用朱祖姐当立委 朱祖姐去台南跟王定宇 电枸机 对不对 那可能是这个 这个 输了 我讲实话可能是输 那朱祖姐 跟王定宇选输了之后 我可不可以让朱祖姐去 立法院当部分去立委 不行 不行 不能这样子 所以为了保险起见 因为台南随便找个私立委 去选就好了 朱祖姐还是留在台北 直接当部分去第一名 我觉得这样比较 比较安逸 比较妥事 昨天记者问吴敦云说 你要不要选区立委 吴敦云说我是党主席 对 我说还朱祖姐一个公道 因为2016年刚讲到一半就说 其实很多复杂的原因 现在讲就变成有点在这个 这个白头宫女花当年 就不要了 但是输了就是输了 2016就是这样的状况了 那记者问他要不要去选区立委 那因为这个国民党很多艰困群 没有人敢选了 吴敦云说我是党主席 当年的黄信介 信介先他就是当过民党当年 很早 很早 那黄信介对这个阿扁 那谢长廷他们 老前辈 黄信介在民进党的分量 他当时就到花园去选 他到花园去选还输 那说再怎么输一点点 好像差六十几票吧 我记得差不到一票 嘿 有作弊 我们 我的故乡真丢脸 既然作票 作票做给黄信介输 后来重新念票 黄信介就赢了 你看我们的选举也是 作弊我做给你看 在丢脸 这民主的耻辱 所以黄信介可以到花园去开枪辟图 那吴敦亦呢 但是吴敦亦他去选区立委 就会跟我刚刚讲到朱鲁姐的状况一样 如果吴敦亦到台南到高雄 高雄好像提满了 吴敦亦如果到监困前去选区立委 他就不能当部分区立委 那怎么办 如果他输了 那你要安排他什么位置 其实有困难 所以吴敦亦会丢毒 没话讲 国民党其他人 国民党的中常委 一口票 三四十个 国民党中常委谁要选 我现在还没看到哪个国民党中常委 国民党中常委太多 类似像朱鲁姐这样战将太少 我跟听众美兰讲的意思的话 从7月15韩国瑜赢得国民党党内出选以来 今天8月9号 对不对 anyway 8月9号 对 8月9号 半个多月了 从韩国瑜7月15赢得国民党总统初选民调以来 这半个多月对国民党来讲 对蓝军来讲 有没有好消息 没有 住住节愿意到台南去拼 是唯一的好消息 不是吗 郭台铭跟柯文哲见面 郭台铭跟王金平见面 怎样 郭台铭又出国 传简讯也不回 怎样 从头到尾都是坏消息 唯一的好消息是住住节愿意下去拼 但是千万不要 一来他这个年纪身体中 而且这个实在是太难选了 我为什么推荐谢龙介去当部分区立委的原因是一样 因为郭台铭是一个评论员 我根本不是党员 我是出一支嘴 我在我的脸书 我在争论节目讲说 我认为谢龙介应该都 因为我的逻辑很简单 因为谢龙介这次也可以算 可能也是输 两个兄弟 我们自己的朋友 我不是把你落脑 把你吐槽 这一届他在选恐怕还是输 他输太多次了 韩国瑜可以翻转 他去翻转 他已经拼好多次 拼不过来 拼不贏 兄弟 你想想看 如果台南选的赢 祝祝姐昨天会空降吗 如果台南可以一搏 可以拼一下 你觉得会轮得到祝祝姐去空降 早就抢光光了 你听我的意思吗 我的意思说 如果台南 像国民党的大安区 文山区这么稳 早就大家挤破头了 你看国民党的台南 国民党的大安文山区 多少立委在挤 在抢 有没有 蒋乃馨是大安 文山区原来是 是赖委员吧 赖世保 是赖世保 我讲蒋乃馨 蒋乃馨说我不选了 有没有 蒋乃馨是现任的国民党 大安的区立委 他说我当很多年的 我要交棒 好 这个 蒋乃馨不选了 有多少人去拼那些 对不对 去拼的人我都认识 我都不想骂他们 我请问台南谁要选 买了不要找我了 我上次输过了 不要再找人 所以才祝祝姐 才跳下去 你看正在外面 祝祝姐加油 来 我们来接call in 02363995 控制2363995 欢迎台南 你们这样想说 48分了 我看我今天狗飞火车 跟美日剧 可能又不用讲了 然后又要被骂 耶 又要被骂 好 嘿嘿嘿 来 请大家来 那个 请算 这个0223 63995 控制2363 既然说 嘿 没想到他 蓝绿的基本盘 就是这么悬殊 这么悬殊 这么悬殊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来 听着大家 报告的意见 来 哈啰 你好 喂 你好 大哥你好 你好 你好 我姓陈 高雄 高雄 陈先生 来 你要投谁 我要投没利益 你要投没利益 好 那个陈先生 如果你是总统 你最想做什么 最想做什么 我要把台湾的 那个整个经济 想办法拉上来 因为我现在是从 那个 我刚从深圳回来 嘿 你是台商啊 我刚下飞机 要回 要回家 你是台商吗 我有一个感触 因为我有认识 没去那个大陆了 我有一个感触 我就是去那个 深圳大陆 那边看到他们 有一个叫 世界会展中心 嘿 也比在那个 深圳的杀情内缘 嘿 他的面积 是148万平方公斤 这样有多大 嘿 好 多大 我有一个概念 我们高雄有一个 高雄引以为傲的 有一个叫做 高雄展览馆 嘿 那个是在20 应该是14年 14年 那个花妈 嘿 那一年要选举的时候 让他开幕的 高雄展览馆 嘿 对 高雄展览馆的面积 是4.8万 所以深圳 那个会展中心 是高雄的 30倍 30倍 他的面积 是高雄的 这个展览馆 的30倍大 怎么可能 我好几年 没有去大陆以后 我说他们 我感受很累 陈先生你讲的 真的还假的 怎么可能那么大 那个危机资料 都查得到了 然后现在在深圳那边 用深圳那个世界会展中 进去查就查得到 那陈先生来 那个部分区立委 你推荐谁 高雄啊 不是 你说 全国的 全国部分区 我觉得那个没有特别 要推荐旅客的 好 陈先生我知道 你没有去想那个问题 你在坐飞机跑 谢谢你 谢谢你答进来 谢谢 陈先生讲 那个深圳 那个就跟我们 呼吻看社会的 朋友说 他在上海机场 坐车 坐10分钟 在机场里面 坐车坐10分钟 坐车坐10分钟 可是那个机场 有多大 他说 那个深圳的 那个会展中心 比我们高雄的 大30倍 我们继续吵好了 继续小确信台风架好了 022363995 来北战晚餐你好 哈啰你好 喂 嘿大哥你好 你好 嘿你好 我台中姓谢 谢先生来 你要投谁 哦 没离开 你要投没离开 我这次人第一次 抗疫成功 就是奉献给你 谢谢 我也很感谢 我很贪心 我要 很总做三件事 好来 第一点 国家正轨 国家正常化 嘿 不正常 不正当 不正常的组织 全部撤掉 好 第二点是 公务人员 全部依法 依规行政 嘿 然后第三点 就是改造国民党 改造国民党 就是把国民党的 我个人的看法 资产 全部清算 党产归零 党产归零 让有意愿的人 全部去勒捐 都内 全部都内 然后重新把国民党的资产 重新的正常化 来 先生 我刚讲那个部分区立委 你推荐谁 我除了讲到龙姐 我信不其他人 两次 对 两次信不其他人 好 谢谢你 好 感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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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谢谢 我最喜欢这一种的 就是第一次抗疫 打到我们飞碟电台 打到飞碟晚餐 谢谢台中 谢谢 很多朋友听 很多年 我上次接到那个 我一直印象 去年 我上次抗疫是2008 去年是2018 我上次抗疫是2008 你觉得我会做那么久 你每十年打一次 我妈好了 人生有几个十年 你来帮帮忙 混哥 我上次抗疫是2008 一年打一次 不是十年打一次 十年打一次 我都怀疑 我会有没有这么多听众 那个时间 我们要先进广告 我是陈慧文 我觉得抗疫的题目 有点多 三题 还是觉得OK 我问大家看看 来我们还在集通 022363995 来 非得晚餐你好 哈喽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嘿 我是新竹的大雄 新竹的大雄 是 来大雄你要投谁 我要投韩国瑜 好 你如果你是总统 你最想做什么 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是教育 教育啊 教育的改革 还有司法的改革 教育跟司法 好 对 大雄来推荐三个部分区来 部分区 我 谢龙介吧 那个洪秀柱吧 柱柱姐 其他没有什么人选 樱限 那个大雄 你这两个都抄我的 我刚才都没听过 我一直在打电话 所见略同 你想着 给我想着一次 好 谢谢大雄 谢谢 谢谢你 拜拜 拜拜 他讲 谢龙介跟附姐 这两个金融大蓝 真是不算 高雄韓國瑜在當市長 高雄剩8區 現在9區 9席立委明年剩8個 高雄8席立委 有2區沒有人要選 那不是韓國瑜在當市長嗎 國民黨不是一對市議員 在蹭嗎 有2區沒有人敢選 你看去年不是在 剛翻轉嗎 算盤撥一撥之後 發現賣掉 沒人敢選 高雄 台南跟住宿 我剛才剛才說 就是沒人要選 沒人敢選 到這個地步 民進黨也一樣 民進黨很多區 也沒有人敢選 民進黨有在用讓的 時代力量說 我們總統支持蔡英文 小綠庭小英 大綠讓選區 你看看那個Freddy 林昌佐在中正萬華 民進黨都不提名 其實中正萬華蠻綠的 我坦白講以台北市的天農國的 中正萬華民進黨有可能會贏 不然林昌佐怎麼當選 你2016 林昌佐贏就是我民進黨沒拿名 我扭你 黃國昌在戲子怎麼贏的 審怕會不選 我讓你 台中洪池庸狀況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民進黨有一些區 是沒有人要選的 然後時代力量 有些區有機會一搏的 時代力量就撞掉了 我請問大家 這樣算不算搓原仔湯 你們時代力量不要推總統候選人 你們支持我小英 然後我讓民進黨這幾區 不要提名立委 讓你比較好選 但是你們總統不要提名人 這樣算不算違法 可以這樣子嗎 而且還赤裸裸的幹 蔡英文是法學博士 時代力量的黨主席也是法學博士 然後就公然的交易 你不要提名 其實時代力量 如果提名總統候選人 不管是黃國昌或是誰 anyway 他一定可以拿到一些票 而且他拿到那些票 幾十萬票也好 我想幾十萬票應該沒問題 不然時代力量 怎麼現在會有不分區立委 拿到的票大部分都是小英的 大部分都是綠的 所以我們來巧 來妥協 你不要派總統候選人 你不要提名總統候選人 然後我立委讓幾席給你 這種赤裸裸的交易 其實我認為已經構成選爸爸的 這個贏押通條款了 謝謝大家 所以下禮拜見拜拜